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你们心心念念的万圣节之夜还有到即时三十六小时 万圣节真是个神奇的节日 神奇之处在于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具体是哪天 但只要在票圈或奇特社交平台发现关于它的蛛丝蜡迹 就开始兴奋的暗自期待 打击各种鬼主义 这些创意十足的鬼主义包括恐怖的妆容 诡异夸张的衣服 空拖音森丰围的背景音乐 当然减少不了Trick or Tweet的清怪小戏码 不给它就捣蛋了 在很多影视剧中都能看到万圣节之于欧美人的重要性 比如摩登家庭 Carol超级喜欢旧万圣节 每次过节时的兴奋器啊 看得观众们都心痒痒 Modern Family 万圣节也是个大品牌 能发挥创意的好时机 即便在古怪精灵的造型与它沾上边儿都变得顺理成章 此生堂前不久新拍的广告的 Party Boss 就是以万圣节灵感 短短几分钟镜头里 出现那骷髅头等各种恐怖造型 万圣节气氛超浓厚了 不过不吓人磨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游馆 上 看看 Party Boss Pay She Seed 后除此之外 很多博主和明星 也都会早早为万圣节装容做足准备 像是前些天刚推过的Jeffrey Star 苦少Chanel还不够 他又为今年的万圣节装容 接了一个LV 你这件还是你这件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LV贴在身上的妆容不知好看 应该也好闻 毕竟都是个味道呢 不过 想要毫无人性的奢华方 剪LV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像下面这位用各色宝石装般鬼脸 也同样能达到像人家炫富的双重效果 INS佛主Fero Creature 则是扮成了小丑回魂中的Penewise 他在十天前的推的另一支广告中 还化了半脸骷髅装 轻轻淡淡很有质感 不喜欢血腥大浓妆的妹子可以借鉴 博主Fernandia Blue 更是很有巧思的设计了刀草人鬼面装 搭配格文衬衫 还满有英伦田园风的 不过这已经是他今年的第二副万圣节装容了 四天前他发过的另一张照片 简直是给情侣们的福利 超级般配的情侣鬼面装 蓝女皆可 好看不挑人 快拉着男票一起get童垮吧 还有另外一对儿的小红帽和大灰狼 也是超心机了 男票负责伴丑下人 你负责可爱貌美 Cole Kerrigan 也出了一些万圣节章容 是参考经典恐怖电影来做的 创作灵感 Kill Beer 莎茨比尔创作灵感 Edward Silverhands 剪刀手爱德华 Kaelin同样选择了致敬电影造型 创作灵感 Attack on Titan 紧急的巨人 美妆博主Alice Lockhart 也是早早就准备好了一系列鬼脸妆给大家参考 都是走相对清新化 不需要血痰之类 非常好上手 比如在妆容的用色上加入南瓜色 再戴上一个可爱的小恶魔发布 就可以混出万圣节啪嗨皮了 绝对是一种烂眼睛鬼怪妆中的清流 细心的姑娘除了脸上 连指甲上 都会全面武装到位 也可以单纯用寡代阴暗的唇色塑造恐怖感 来个小刀子当道具再合适不过了 一个冷酷的杀手就此诞生 真的觉得这种云淡风情中 透出的暗黑感 也足够 也恐怖气息了 想要衬托暗圣节氛围 除了刀子以外 还有很多刀具可以选择 比如 蜡烛 蓝花 还有 M一个比你更恐怖的人 其实是面具啦 手枪也不错 什么 你想带娃一起 Helloween 当然不是不可以 Cosplay 大师Justin 已经做出了完美示范 跟着做就好了 说到这里想起之前 火爆全网的泰湾小朋友 萌萌 起初打扮成无脸男 结果把其他小朋友们吓得娃娃大哭 结果他第二年又打扮成了死神 也是很有想法很坚持自我了 不知道今年又有时 莫惊喜给我们 没有娃的话 和自家宠物 一起抛造型也是个好选择 虽然狗子可能会摆出一副生无可忍的表情 如果你是个可爱的小仙女 不喜欢写实的恐怖风 也有俏皮版的万圣节装容可供选择呢 比如把自己用蔬菜武装起来 家里还做了一个粉嫩嫩的独角收版万圣节装 太适合少女们了 如果你是手残党 又不想出门鬼魂 也可以直接P出万圣节造型打卡朋友圈 现在用某些拍照软件 就能轻松得到威脸装哦 比如去年梁子发的万圣节美账 为了避免被说打广告 此处不推荐APP哦 大家自己去找吧 很多都有这个功能